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二场选举, 立法会换届选举终于完结了。 大局已定,由选民投票决定, 破坏分子无得留下,全军覆没。 实在佩服中央的高瞻远瞩, 当大家在埋怨,为何要参选者有不同光谱? 为何会放那些黑暴入习? 为何品格审查委员会无将他们DQ? 原来,这些是一招兵行险着, 不是我不让你做,是选民选择离弃你, 这些是民主的最佳体验。 看几个反对派候选人低票落败, 就应验了那句死而无怨。 当然,这个险着不是毫无准备犯险, 过去的选举根本不对等, 因为有反对派违规宣传, 黄媒借着媒体之利,攻击对手, 整合力量,发放文宣,号召投票。 他们还四处抹黑对手, 甚至攻击候选人,恐吓义工。 过去的票,很多都是这样赢回来的。 今时不同往日,完善选举制度不单指选举规则本身, 亦完善了一个社会的大环境, 令选举能真正在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平台进行。 最大的分别,就是这次反对派没有了选举大台, 没有了《苹果日报》的免费宣传, 没有了戴耀廷的配票机器, 黄人失去了方向, 只能凭个人意志去投。 大家一用脑,就会发现原来那些候选人全部都选不下手。 完善选举环境, 就不得不提警队和联署的功劳。 选举提名一开始, 走老议员许智峰已在海外公开呼吁支持者投白票, 很多人不用脑,就帮忙转发杯葛的信息。 于是,ICAC火速行动, 以涉嫌违反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》, 拘捕了两男一女。 他们都是反对派的支持者, 精人出口,笨人就出手。 昨日的选举日, 廉署更加总动员800人, 首次派员去到投票站当值视察, 以防止煽动投白票的事情再次发生。 另一边商, 保安局长邓炳强亦公开表示, 许智峰欺骗法庭棄保潜逃, 是羞恥虚偽的懦夫行为。 如果他认为投白票反制立法会选举是合法、合理的, 那为什么自己不回来香港进行这些所谓的抗争? 反而卑鄙地煽动市民去违法呢? 正所谓叫人冲自己松, 他的行为非常卑劣。 踢炮政客的奸计, 令支持者及早警醒。 執法部门为一场公平选举, 掃除外部势力干预的障碍, 对外阻截黑手, 对内也不能怠慢。 为确保选举安全顺利进行, 警方在选举日前派遣反恐特勤队、 机场特警组和铁路应变部队三大反恐部门, 在全港各区的选举投票站附近视察和高姿态地巡落, 并制定应变计划, 调动过慢的警力, 包括出动便衣警员及特种部队, 确保选举日, 市民能在安全的环境下投票。 制度完善, 还要有安全及公平的环境, 选举才能见真章。 想象一下, 我们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, 候选人个个要穿着鼻蛋衣来派传单, 这种选举能够公平吗? 所以90位新议员欢呼的时候,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, 西上是没有天跌下来的修成的。 一切顺利和平安是因为有执法者 为我们默默清剿了路上的地雷, 大家才能安然成为尊贵的代仪士。